美国总统拜登2月20日突访基辅 对乌克兰进行一次事前完全未做公开的访问 这是自乌克兰危机升级近一年来 拜登首次访屋 拜登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后表示 他此行的目的是重申美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 并在当天宣布了价值5亿美元的额外援助和一系列新的对额制裁措施 据白宫当天的声明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炮弹 反坦克系统和对空监视雷达等武器装备 另据法新社报道 随行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称 他们在访问前几个小时通知了俄罗斯 拜登总统将前往基辅 以避免发生任何冲突 此外 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日表示 2月24日 七国集团领导人将举行线上视频会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届时也将参加 近日 在没有任何预警之下 爱尔兰司法部长西蒙·哈里斯突然对外宣布 即刻关闭投资移民计划 不再接受进一步的申请 这意味着投资移民爱尔兰之路被彻底关闭 据资料显示 自2012年该项目开启以来 截止2022年11月 共有1613份申请获得批准 其中1511份来自中国 比例高达94% 随后 48小时之内 葡萄牙也宣布 本周取消针对富有非欧洲人的黄金签证 成为第二个取消外国人投资居留许可的欧盟国家 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表示 葡萄牙政府将停止发放新的黄金签证 旨在打击房地产价格投机 随着外国投资者的不断涌入 葡萄牙本地房地产市场价格迅速攀高 本地居民被挤出市场 2022年年底的葡萄牙房价 比上一年上涨了18.7% 创1991年以来最大年度涨幅 此外 在2022年2月 英国政府宣布终止以持续多年 针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移民签证项目 随后 欧盟委员会去年呼吁欧盟各国政府 终止向投资者出售公民身份的国家计划 除葡萄牙和爱尔兰外 在西班牙围绕黄金签证的争议也越来越大 根据计划 欧盟可能在2025年全面禁止黄金签证 美国和韩国2月19日举行了一次 由美国战略轰炸机参与的联合空中演习 韩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此次演习加强了联合作战能力 并肯定了美国对朝鲜半岛防御和实施延伸威慑的坚定承诺 美韩演习前一天 朝鲜在突击发射演习中 发射了一枚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并警告称 将对韩国和美国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做出强烈反应 就在20日 朝鲜在其东海岸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 其背景是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警告美国和韩国 不要在朝鲜半岛举行军事演习和部署战略资产 朝鲜官方媒体称 发射导弹表明军方已对美国和韩国进行的空中演习 做好了准备 土耳其灾害与应变管理署指出 南部哈泰省2月20日晚间84分发生规模6.4级地震 土耳其南部本月6日发生规模7.8级强震 已造成国内4万1千多人遇难 哈泰省即是重灾区 6日发生的规模7.8级强震 袭击土耳其和叙利亚后 迄今已记录到6千多次余震 而土耳其南部与叙利亚接壤的地区 发生的一系列地震 其中包括规模7.8级和7.5级的强震 至今造成土序两国约有4万6千人丧命 我脚仁设閘 我脚仇认则 & A4千人丧元 地震 地震 再 mindful